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做武汉的飞冠疫情的抗斋和我们的企业的保生产 处生产这方面的事 昨天武汉的新增的确诊人数下降了两位数 这是个好消息 并且14个方向医院全部都关门了 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消息 说明我们国内的预期逐步做控制了 在全国人民都应该说松了一口气 其实还有很大的任务 还有很重的事要做 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 不光是大企业了 每一个中小企业都在贡献着力量 中国的企业家们经历了大概三边的战域 一方面要火急火燎的争取尽快的恢复生产 一方面是要保护员工 甚至借钱来发工资 一方面还要捐款捐物 要帮助各地的抗育的一线的这些人 这是在三边的战略 而亚伯利论坛的理事单位和合作伙伴中 有超过了100家企业参战了 捐款已经超过了30个亿 捐物已经超过了10个亿 看到了整个企业界的热血的担当 作为亚伯利的轮值主席 我要向资源武汉 湖北 资源全国战域的企业家们致敬 向折商 川商 玉商 秦商 聊商 以及港澳台的企业家们致敬 我还要向此时此刻来观看直播 每一位勇敢 热血的网友 每一位参与这场战域的平凡人致敬 谢谢你们 三边战域 我们的具体的起源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亚伯利人理事长陈东生 为武汉在一次发言中落泪了 他捐款7000多万 还设立了上亿元的基金 为湖北的医保捐医保的险 泰康同济医院多次请占了 最后给了1100个常委 400多个医护人员来做这样的专门的医院 而雷军的小米呢 也个人和企业捐款4000多万 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希望在韩国采购上百万个口罩 已经差不多了 就后边说被另外一个中国企业买走了 后边我们才知道这是小米 这是雷军 我们都在做共同的事 而年制 佐尔的 他在抗疫捐款1.85亿 而且还捐建了2000个常委的方昌医院 另外他在武汉 黄港 荆州 好多地方设立了佐尔的应急医院 这些都是我们企业家 也是我们亚伯利的成员 而我们心希望 一个是将员工的生命安全放在他手里 全球采买口罩和防御物资 最早冻结了 另外我们通过我们的绿林公益基金会 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 捐款捐户超过了3000万元 设立了三农防御救助和一赋关爱专项基金 为确保四川农户发慰问金 为武汉医疗队发补贴等等 但是依靠我们产业的优势 尽我所能 积极的参与 抗议 在我们的新希望极端下属的新元环境 疫情武汉 参与了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的污水处理项目 仅用了七天就建成了 本来要四五十天才能够建成的这样的项目 我们的成都 新希望的成都华用化工呢 向社会捐出了一万吨消毒剂 保证公共场所的消毒 另外我们新腾数据公司参加了数字四川的建设 开发群房快线 线上问诊健康码等小程序 另外我们新希望旗下的食品如业等 也向一线捐款捐物捐了五百多吨各种各样的食品 另外我们还积极地参与四保活动 什么叫四保活动呢 就是保供应 保五服务价 保就业 保经济 四保活动 我们代理了三产联盟 和川章总会发起了三保行动 保质量 保物价 保供应 联盟成员的北大方极端 首农市领极端 天津市领极端等 都行动起来 中华农业也积极地参与到这里边来了 为了保证湖北的食品 药品 饲料等的供应 我们新希望的宣生活冷链物流 为湖北五赏运输物质两百多汤 三千多吨 还保证了三百多个城市的物资的冷链物流 让我感动的是 在到处都不让进 不让住的情况下 我们有的司机 为了保证运输 吃在车上 住在车上 十多天 不下去了 现在正是春耕补南的关键时期 我们新希望的六合 调集了六千多吨玉米 运进了湖北 这个运输不容易 从东北到船运到火车 又到最后一公里 小轿车摩托车 像蚂蚁搬家这样 达通了农村最后一公里 解决我们的养殖物的 这个饲料 养鸡 养猪 和保供应的问题 另外呢 我们新希望呢 也拿出了我们在养殖 财务 和方方面面的上万个工作岗位 来通过直播招聘 通过远程面试等等 为我们的养猪事业的发展 为我们财的发展 来招工 我们觉得呢 在这个时候 更应该多储备一些人 多招一些员工 多养一些猪 为我们的产业 为解决城市的肉 但来着供应 做我们一有的贡献 那么这样积极地做了以后呢 现在有五大的变化 现在呢 在全球来讲 疫情全球化 和经济和不确定性 和供应链的变革 和数字化的转型 以及协同创新 这些都是叫做 这个抗疫以后呢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 疫情已经全球化了 今天呢 中国的疫情 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都在各位数 但是呢 全球 差不多一百个国家 他们在爆发 而且在不断地增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人类是一个命运的共同体 战胜官夫 这个各国人民的安危的疫情 团结合作 是最有利的武器 我们中国呢 人多是个经济大国 又是个制造大国 那么我们中国 也可以对社会 对世界做一些贡献 实际上的话呢 我们国内的不少的企业 也参与了积极的 国际的援助之中 比方说 像郭广昌啊 像马云啊 像好多的企业 也对这些重灾区的 这个地方呢 来捐了救灾物质啊 等等啊 另外呢 供应链的变革 加速了全球产业链的 升级的重塑 中国制造业 停工了一个多月了 进出口也受到影响 比方说 美国的可口可乐 由于甜味数高级 所以说出现了 供给的不足 而苹果11的手机 也面临了断货啊 等等啊 这些都是中国制造 所谓全球供应链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一个全球的压力的测试 结果证明呢 世界工厂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没变 另外呢 疫情造成了供应链的断电 从基础设施 医疗物资的调度 到供应链的对接 我们在这方面呢 有好多的工作要做 因为这次疫情呢 又促进了线上 线上化的发展 比方说 无期处的金融 线上的会议 远程教育等行业的爆发 经济组织形势 向云上转移 这个 1997年的时候 亚洲金融危机 给中国民运企业国际化的机遇 而2003年的非典 给了中国的电商的机遇 而新冠疫情呢 将会带来数字化的转型的机遇 比方说 我们新希望的金融科技公司 现在已经为了 近100家 城商行 农商行 提供了金融科技的 无接触的这种 大数据的往上运运的 这种能力 那么最近呢 这一两个月呢 这些叫做网上教育啊 包括丁丁 这个和腾讯等等 这些公司的这个网上的 叫做上课啊 会议系统大受其道 我觉得这是新的机会 另外政府的扶持政策 产业的联动和金融工具 都成为助力 亚伯利也会 帮助伙伴们一同度过 这样的艰苦的时刻 另外我要讲一讲 两三精神 一条心 同心占预 有希望 我们相信 同心抗预 一定有希望的 没有一个冬天 过不去的 没有一个春天 无味道来的 企业家 就是多次 倒下去 有可能 但是又多次 站起来 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没有过不去的看 我们新希望 新元 逆行 原建火神山的勇士们 七天建成了 火神山医院的污水工程 十天交付了 雷神山的污水工程 征服了一山 又一山 创造了新希望历史上的 又一个工程的旗舰 我们把它叫做两山的精神 有人说 时代的伊丽莎 降落在个人头上 就是一座山 是的 这座灾害 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但我想 我们应该拿出 巨沙城塔的利益和坚韧 现在疫情控制逐步向好了 面对疫情这座山 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 往后还有恢复经济的山 我们企业界要做的是 恢复信心 恢复生产 恢复经济 回报社会 为实现 希望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 而努力 另外我要讲一讲 我们第二十在亚布利的年会 原来是在冬季举行的 由于疫情的原因 我们准备 也到2020年的6月12到14号 在黑龙江的亚布利在举行 这是我们的20年的年会 也是我们亚布利俱乐部的会所 自己的会所建成的日子 这样吧 我想多留点时间 给我们的这些在场的 线上的一些参与者 我想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来回答一些问题 我们来一个互动 建筑的更好 好的 感谢这个刘主席的分享 可以说是非常提纲